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台湾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方圣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各位尾盘蛮有趣的 尾盘台股的成交量 真好是2382 广达的股票代号 那当然 本身这些个股 蔡老师都已经每天在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你在现阶段国际股市 波动这么大 能救你的 真的只有AI 所以不要再去理会一大堆 什么技术面的看法 说什么AI要逃命 什么东西 要买极其低的 现阶段破底的 全部是极其低的 你要买有业绩的 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 你认为股价有办法算出来吗 你告诉我 我直接跟各位破底 你认为股价有办法算出来吗 一天到晚 技术面不是都在跟你讲说 股价算得出来吗 所以说你可以买在最低点 然后卖在最高点 这样的new run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各位股价就是一个 最不理论 就像喝醉的一样 他不晓得会往左 往右 往前往后 你不知道 那叫最不理论 各位你知道吗 那是股价的一个走势 你唯一能够真正用功 找出来的方向是 这一档的个股 实不值得你拥有 这一档个股 后面的一个营收展望 能不能够真正实现 这才是你要去用功的地方 至于股价各位 大涨也有可能回突 也有可能要大涨之前 他先破敌 把所有的符合杀光之后 他再拉上来 是不是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认清楚 百分之九十九的同业 都在一天到晚 从股价给你下文章 给你下重要 希望你要醒一醒 股价是算不出来的 各位懂了没 蔡老师的祝福 则是每天准时送答 药水不要灾 防灾到顶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我说过 投资股票就像巴菲特 跟查理芒格一样 他们始终认为 我懂什么 我就把钱凹进去就对了 因为那是他们懂的产业 请问一下 他们有在教你技术面吗 那不就得了吗 那是股神 各位懂了没 所以百分之九十九的节目 你通通可以不用看了 都在给你吹嘘 投资就是你懂什么 你去放在那边 它就自然像聚宝盆一样 能够让你日日尽财 是不是 礼拜一大盘 涨额203点 对不对 没有站上月线 尾盘差8点 但是站上半年线也不错 为什么 因为上礼拜已经测出 两个低点 一是WD 对不对礼拜一 但是礼拜一有一个 问号就是日本盘 下午盘转跌 早上礼拜一还涨600多点 竟然尾盘翻黑 因为日本股市是上下午盘 这有玄机 对不对 日币开始走扁 日币已经走扁好久了 昨天台湾股市一度的一个挣扎 最高也由黑翻红涨14点 但是12点40分之后就往下杀 最后跌了102点 那时候相对于日本股市 从高点 昨天的高点再达到 礼拜二的低点跌了1000点 台湾股市算是跌清的 各位对不对 是真的跌清的 对不对 日本股市已经破底了 昨天日本股市就破底了 但是你看 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昨天外资也大卖157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新台币创7年新低 你台湾的利差跟美国的利差 你外资机构把钱会出台湾 也合情合理 所以也不用再去 争什么台湾基本面好 那台湾为什么不升息 也影响到很多贷款族 各位这个说实在也蛮心酸的 所以央行也两难 对不对 那这个整个的一个外资的一个钱 一直被提款 这个也不是短期现象 已经好一阵子了 所以今年人家说外资 根本没有买台股都在 提款光光都卖台股 不管 影响股价的力量很多 投信持续买43天好事 那我认为自家人不可以瞅后腿 昨天自营商 好不容易礼拜一买35亿 昨天礼拜二又卖41亿 那自营商他决定这个ETF这些权证的一个所谓的高低跟买卖点 所以昨天的一个自营商也转弱势了 那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连续两天借券都大增超过10万张 没有问题我们正面迎战 好不好 这连续两天就是10月份总共增加了25万4438张 昨天也跟你讲说他放空的就是借券放空的都是传产股 那礼拜二增加了14万张到底布局在哪里 来布局在友达 难怪友达今天破底 对哦 友达 友达基期很低嘛 是啊 昨天说切入德国的一个智慧坐舱有用吗 没用 你如果一天到晚要比安全的说这些低档 低七级要翻译比较快了 技术面要买盘 全部都破底 赔死了 我讲的没错吗 借券又放空星光金又放空台泥 台泥也一路破底 听说中国大陆这个经济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崩解 我们的台商啊 惨不忍睹 所以今天的一个统一又这样重挫的一个4% 统一应该跟蛋没有关系嘛 我们回到了一个重点好了 还是从股价 蛋不管我的事 来各位 你看八大航库 来八大航库昨天买了嘛 对不对 昨天要及时救援 买了35亿 对不对 好买了35亿买什么 买伪创AI 买广达AI 买0056 10月19号要除息 买台积电AI 买微影AI伺服器 互盘互什么 互AI 有疑问吗 没疑问 今天早上面对了 哇 众议院的一个麦卡锡 被踢下来了 创什么 创记录啦 创什么 所以美国股市 包括美国的一个政治 在惹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但是都是光怪陆离 前所未见 有没有办法改变 没办法改变 你如果有办法改变 请他们 这个卖我们F16 卖便宜一点就好了 你改变不了美国政治 因为是一群贪婪的政治人物 各位对不对 关键是 11月2号升息 现阶段也30.8要升一码 换句话说 还有69.2不升息 所以人家说 联准会的一个什么官员鹰派 我看不出来 11月2号有升息的必要 当然也许有人讲说 那12月份再升息 可以啦 你可以无限上岗 但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联准会的一个开会日 是11月2号见真章 来 那今天其实影响到最多的是 美国国债一直被 国外的一个投资者抛弃 当然是中国大陆 不然还有谁 即将要公布的美国CPI 大家认为也会串上去 为什么 因为石油 也是一直在暴涨 那石油暴涨又不是需求增加 是什么 是俄罗斯串联产油国减产 也是要把美国拼又死 为什么 因为你美国不要让俄罗斯活了 各位对不对 俄罗斯当然可以干这种事情 他也不要靠原油赚钱 他也要让你美国国内内乱 所以各位 现阶段全世界乱成一团 你要躲哪里去 我问你 你要躲哪里去 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俄罗斯跟美国 不要做梦了 来各位 美元指数一直篡高 全世界的一个资金回流美国市场 对不对 全世界的一个什么 货币都大跌 台币七年新低 有没有 32.432 有没有 股汇双杀有听到了没 今天跌180几点 我认为还好 还好跌不深 我们还守住低点 你看日本韩国跟香港都破底 日元 昨天VOJ是日本央行干预了 从150.14999 升值到147.52 日本央行不说话 它的底牌应该就是150块 对不对 150块日元换1块钱的美金 这个也是影响到日本的一个经济 对不对 所以你看日本从礼拜一 10月2号就开始下沙 由高点转低点 昨天已经跌了千点 今天礼拜三10月4号又跌了600多点 同一时间各位韩国股市也休假回来 也破底 香港恒生 大陆的一个上海股市还在休假 休到10月6号 但是香港恒生开盘也是不知倒地 所以回到了一个台湾股市 今天台湾股市最低跌了251点 最低 对不对 恐怖恐怖 不恐怖 为什么 最低在16203 所住低点16202 哪有恐怖 全世界最强的是台湾 你还看不清楚吗 你现阶段很荣幸的能够身为台湾人 1620全世界都帮帮 德国也帮帮 法国也都帮帮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说老师 那台湾到底有什么底气能够逆转胜 AI 不要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叹气 在BIBI 各位赶快转为AI 各位 四星KY3661各位 从9月22号2280拉到2480 涨200块我就告诉你是多头逆袭 2280起涨 涨了没 涨到9月28创历史新高2740 10月2号三天中秋年假回来 再创历史新高 连续两天创历史新高2835 这两天台股的一个回档 对不对 当人动荡一下又怎样 各位昨天的一个四星 依旧都在月线之上 今天的一个四星KY也一样 根本也在平盘步进做整理而已 各位 是不是强势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边月线季线半年线 是不是强势 那他什么底气 让他这么的强势 各位 为什么他能够表现了这么的亮眼 9月营收快出来了 好不好 看他到底是好人还坏人 营收竟然有办法 7月营收月衰退13% 就跟你讲说他要调高 今年的整体营收 从8亿美元调到9亿到9.5亿 年底前还要再调一次恐怖 所以不排除包括9月份 未来这四个月会有几个月 是连续创历史新高 公司派不会扯谎 各位全世界其实 大家认为AI的一个什么 一个复苏 台湾的一个AI供应链 是深受歧义之外 他们还有重点加强 哪一档个股会赚更多 我已经写在上面了 X可视新 这已经跟你讲一个半月了 是不是 最低估的是台积电 虽然目前台积电弱势 我依旧看好台积电 而且台积电越多利空来打压越好 营收会讲话 AI当先锋 是因为有业绩当后盾 各位人家不是说 空战出英雄地勤一半攻吗 就是这个意思 AI当先锋 业绩当后盾 各位是不是因为有业绩 所以AI才会表现这么亮眼 广达在礼拜一的时候 来到259 经过两天的震荡 今天还不是翻红 2382的广达 各位是不是 广达的底气 不用说了 AI大单一直进来 这老板讲的 这不是蔡丰盛老师讲的 AI革命超越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18个月增加一倍 AI三个月增加一倍 恐怖 好吧 8月营收已经1013亿 看9月份 好不好 因为整体的营收爆发期 就是第三季底到第四季 第三季底不就是9月份吗 是不是 记家 9月20号率先的一个什么 做底300兵出现 各位有没有 反转讯号 是不是300兵 到这礼拜一来到300块 好 今天整理 拉回来 这一个所谓的月线 这边依旧强势 大盘是回到低点 这一些AI的个股这么强悍 我想要问各位 凭什么 记家就是法人最爱的 广达是公司派最爱的 散户最爱的 各位伟创 伟创礼拜一还不是来到涨停 各位是不是 那今天的一个拉回 依旧守在月线之上 伟创也接获了 明年辉达V100 就是比H100还要来得好的 V100 听说那时候 全部的一个散热 都要换水冷室 所以散热 好像这个旗红尾盘 又涨5块 散热你可以留意 这一路红到底 各位伟创 好吧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过 记家广达伟创 各位你各取所需 这个都是法人 跟蔡老师研究过的一个所得 台湾拥有完整的AI供应链 所以你看看 这一些相对性的AI的个股 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在0056的身上 而0056各位 在昨天被台北的一个当冲的一个耗子 大量的一个做空 所以台湾股市要涨 可能这个耗子把它停电一下 台湾股市就涨了 因为他们在放空这些特定的AI个股 我也开开玩笑 但是如果政策面要来做多的话 从他们由卖方转为买方 也可以看出讯号 所以包括像金像店 今天还不是一样吗 大盘跌的快两扁 今天金像店还逆势涨两块 各位有没有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我根本跟你讲的东西叫做 真AI股市不拒风浪 会勇往值钱 就像蔡老师的一个电视节目一样 服务各位已经迈入第六个年头 持续的守护着你 你还没加入的话太可惜了 屏风大中华搜寻一下直接加入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蔡老师不会用个人的名义 一定是用公司的名义在服务着你 好不好 所以AI创高就是选举前 最后的洗盘 决战AI主战场 你不要脱队了 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个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会来就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演示 帮我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来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做股票就要做天选之股 好进好出 开大门走大陆 好不好 千万不要去绕小巷子 然后被一些恶犬 像今天是小犬 小犬台风咬到 不好 好不好 所以开大门走大陆 来 各位 金像店 对不对 9月21号率先的一个什么 一个落底 然后开始往上涨 利多不断 对不对 10月2号这礼拜一来到233 有没有 是不是 然后PCB 外资就拱两档金像店跟剑顶 有没有 那你看金像店也一样 今天依旧后面涨了两块 大盘跌了180几点 你看法轮圈传出来 有没有 第三季的毛利率会优于预期 原先是预估22到26 现在调到23到27 然后至于第三季的EPS 大概可以超过2.5块钱的一个 获利入带 那这个不好 这个不涨 谁会涨 各位 是不是 金像店 有没有 蔡老师的节目 蔡老师讲的股票 绝对不会变来变去 绝对都公开让你验证 是不是 是不是都在节目上 有没有 金像店 有没有 是不是 说你再来看看秦城 昨天还跟你交代 今天的秦城马上飙上去 有没有 他的历史新高249 差12块就过了 秦城 9月营收 说要飙到9到10亿 8月份才7.4 我们当然拭目以待 各位有没有 所以我讲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8月营收 就已经都很不错了 各位8月份 9月份被你埋没 你现阶段除了靠AI来救你 我问你 你还能依靠谁吗 台药 是不是 是不是今天尾盘又涨1块5 今天能够涨的 不是人家买的 难道是你买的吗 是不是 我讲的东西有没有 是不是 你再来看看 台药之后 奇虹也一样 今天涨了5块 奇虹 各位还有什么 增AI股不去风浪 对不对 昨天跟你讲电源供应器 乔威 各位 ATX3.0 所有电脑都要升级 这个电源供应器 今天尾盘还不是翻红大涨 开盘就没有再跌了 各位同样的 我讲的东西 因为他9月营收 搭配7 8月的一个10亿10亿 他9月份也是居高不下 所以他在第三季的营收 会创下历史新高 还有什么新高 获利也会创新高 你要找的老师是帮你研究 这些产业的 不是一天到晚在教你买100块 然后卖1000块 说赚10倍 在糊弄你的节目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邀请你 还没加入品封大中华 赖生活圈的欢迎你的加入 感受一下正能量 搜寻品封 或品封大中华随便你按 散户你一定要知道 谁跟你站在同一队 我们才会同心 我们是同队的 只要有这个共识 你就直接守候在价值区就好 我自然会做求给你 让你起脚射门 不管是买还是卖 买什么股票 卖什么价格 通通是一样 好不好 所以2023年如何战胜 投资股票的一个恐惧 只有一条路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牢牢的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荐分析的 各不有价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高独立判断 全身评估 并且是赐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